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你们好 我是小韩 现在我的心情非常激动啊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要看一家 我探店以来 全南昌感觉是最大的一个饭店 真的很大 玉宴皇宫 这样 这样 老师啊 您别动 我往后站一站 比较一下这个门头 哇 跟我这种感觉 我就像一个渺小的小蚂蚁一样 那究竟里面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什么好玩的 什么好探的 今天我们去皇宫里边走一走 玉宴皇宫坐落于风景移拟的爱西湖畔 占地面积2.2万平方米 是南昌市集宴会 会晤 餐饮于一体的超大型商务酒店 你们好 你们好 一走进来我发现这个店真的好是好大是大 就是有点费脖子 我警觉病都要出来了 开个玩笑 确实它吊顶很高 一走进来感觉气场很强 左边是一排的各种海鲜 都放在海鲜池里面 右边是一排的名酒墙 正前方这个会客大厅我的天哪 真的像一个王宫的一个会客厅一样 特别的让我感觉到惊艳 我们来看一看 就这样一种格局 你一走进来感觉身在皇宫一样 特别的敞亮很气派怎么样 来这吃饭的真的像走迷宫一样 特别像陶桥马拉松 走进店内欧式宫廷的装修风格如梦如幻 里面设有81个豪华商务街的包厢 18个大中型宴会厅 其中六大三地裸眼全息宴会厅 特别吸引眼球 可以为您打造科技时尚震撼的婚礼现场 在这样的酒店用餐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那这儿的各种招牌菜呢 可以说是大厨们呢 用尽了心思 用他们的巧手 烹制出了一道道摆盘 色香味 全部都具权的经典菜品 首先第一道招牌菜 骨香多宝鱼 骨香多宝鱼做法惊喜 齐骨片肉 用油把鱼骨炸至干香 嫩鱼肉片在锅里过油炸香 鱼肉口感滑嫩鲜美 入口异化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吃法 它既保持了鱼肉的原味 也增添了一种骨香味 是一道色香味型鱼一体的美味佳肴 这多宝鱼啊感觉是又黏又滑的 上面的油脂啊 增量 鱼皮的部分呢 特别的肥美 好鲜 一入口就化成了鱼肉酱 糊糊状的那种 特别黏醇 我很享受 这口感非常独特 它的酱汁勾芡得很好 是属于浓稠的感觉的 每一口酱汁里面 都会饱含着荷兰豆 跟莴笋的这种清香 其次 它的口感一入嘴 就软烂化开了 哇哦 最后是那种海鱼独有的那种回甘 鲜甜的感觉 下面一道菜是一道大菜 硬菜 食材 高档梅的说 玉焰烧枝鲍鱼 玉焰烧枝鲍鱼也是本店特色菜之一 鲍鱼打上花刀 再一分为二 加入秘制调料 在锅内爆炒 把鲍鱼那份独特海鲜的清香味 给激发出来 加上杏鲍菇的打底装盘 又给鲍鱼增添了一份鲜美 嗯 脆弹爽口 一股鲜甜 鲍鱼跟什么炒 它就是什么味道 这道菜 它这个鲍鱼首先有杏鲍菇的香 以及它调的酱油爆汁的那种鲜香 并且还有洋葱的香味在里面 它上面是有洋葱的 所以吃起来是很浓郁的一种香味 又鲜又肥 弹牙爽口 但你会发现这上面一层全是鲍鱼 然后吃都吃不完 这鲍鱼的分量的确是足足的 这不是偶然 看看下面这道桂花炒鱼翅 就知道它的分量绝不是吹的 这盘金灿灿的黄金鱼翅味道如何 话不多说 大口吃起来 这个太好吃了 脆爽鲜嫩嫩 鱼翅很弹很脆 透出一股脆劲 加上豆芽跟辣椒丝的辅佐 我一股鲜辣 又有一股豆芽的清香 我特别脆 三重脆爽 脆的不得了 它都是胶质感满满的 下面我们再来尝一道 这道顺德海鲜牛奶 是一道凉菜 也可以说是一个甜品 特别适合小姐姐 顺德海鲜牛奶 这道菜看起来清清爽爽 奶蛋白是鲜甜滑溜 虾仁是鲜香可口 加上蟹肉和鱼籽酱的陪伴 那真是鲜上加鲜啊 顺滑 浓郁的咸香 咸而不腻 最后饭甜 还有蛋白的那种清香 特别爽口 清爽不腻 就感觉这道菜 第一很干净 第二很亮眼 第三吃起来很舒服 很顺口的感觉 最后总结一下 玉燕皇宫呢 首先它的环境是高端大气 上档次 无论是摆盘还是味道 都可以让您感受到 来自皇宫吃饭的那种感觉 其实就是用心的感觉 玉燕皇宫等您过来感受一下